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美国参议愿于美东时间2月28日运会无意义投票通过台湾旅行法H.R.535将提交至白宫让川普总统签署立法,该法案鼓励美国政府增进美台各层级官员互访。 外交部今天表示,感谢美国国会以一致行动展现深化台美关系的跨党派支持,将是与美方发展更坚持的合作关系,为区域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美国联邦参议愿愿会于美东时间2月28日晚间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联邦众议愿版本的台湾旅行法案,鼓励美国政府增进台美间各层级官员的互访。 由于参议愿采用通过众议愿版本,意味着将不需要两院再协商新版本,将直接送白宫由总统签署后生效。 外交部发言人李献章今天表示,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一致行动展现对强化两国官员互动交流及深化台美双边关系之跨党派支持。 外交部也感谢美行政部门近年来对我国采取更友善及开放的态度,持续派遣相关部会资深官员来台,就各项重要议题与我交流。 外交部将持续与美方发展更为坚持的合作关系,推进双方的共同价值理念与互惠利益,一同为区域的和平稳定与扶持贡献力量。